时妙进 开锦囊 纵横历史 听故事悠扬 俗汉武 俗秦皇 以时为敬 读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 星夜把酒 热闹里面听门道 读时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这是历史上不容忽略的一段乱世 朝代频繁更迭 江山豪杰辈出 前朝藩镇 后起之秀 朝起暮处 反复无常 短短的五十几年间 且看风云乱世 气云烟 读时有学问至五代十国风云路 上下五青年 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路的唐末片 这也是中国圣唐的末世 五代十国的续片 上次我们讲到了 启军王先知战死沙场 他麾下的部将 上让等人 带着王先知战死的消息 投奔黄朝 听说王先知死了 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黄朝也未免气气然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上让此行带来不少王先知的残暴 自己的实力报张了 此时黄朝愁躇满志 潜伏五年二月 黄朝在伯州城外 立道称王 自号冲天大将军 改元王霸 设置官署 黄朝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 黄朝先是攻占了宜州和蒲州 准备沿河西进攻 来攻取洛阳 但是被唐军给赶了出来 这时候唐朝要招安黄朝 封他为右卫将军 这个级别是正三品 远比当初封王先知 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 阔气多了 但是条件 是黄朝必须要解散部队 这个条件 黄朝哪能答应呢 军权一交 就要任人宰割了 傻子才会干这样的事呢 黄朝没有答应 黄朝见唐朝并不好对付 便学起了王先知 放弃进攻洛阳 转而进入河南腹地 寻找战机 在攻甲宋州 汴州 补充吉仰之后 黄朝继续南下 占领了洋敌 准备从南部攻打洛阳 但是黄朝发现 唐军主力聚集洛阳 又改变了战略 黄朝决定渡过长江 进军江南 以战养战 潜伏五年三月 黄朝军南渡进入江西 由于唐军主力 多集中在江北 尤其是关中河南一带 江南守军力量薄弱 何况几十年未见刀割 那是九经沙场的 黄朝起义军的对手呢 饶州 信州 先后失手 起义军在大江之南 纵横驰骋 这个时候 唐朝的统治 已经是腐烂不堪了 起来和唐朝斗争的 也不仅是被统治阶级 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了 统治阶级内部也在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甚至唐武宣之际 相对平稳的边境 也开始出现了反抗唐朝的力量 除了西南的南兆 屡向唐朝挑衅 北方还有一股势力 也向唐朝示威 谁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李克用 李克用自从参加平定 庞勋兵变有功 唐朝封他为云中崖将 后来升为云中守卓使 唐朝的大同防御使 段文楚 贪暴跋扈 苛口君赏 为将士所怨恨 李克用此时 正驻守豫州 他看到天下大乱 唐朝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准备在乱世大干一票 李克用招兵买马 暗中增强实力 云州雅孝 李进忠 康军利 李存章等人 觉得跟段文楚 实在是没有什么出息 想趁乱世做翻事业 康军利对众人说 天下纷乱久矣 唐氏姬若不能自赠 这正我等建功立业之事 不过我们实力太弱 成不了多大气候 必须找个好汉带头 众人就问 谁合适呢 康军利笑道 总观天下之强兵 无处杀陀军 现在李国昌父子鹦鹉 雄俊燕 带 不如就跟着他们闯江湖 众人大喜 连夜去豫州见李克用 劝李克用启示 李克用对这些人的底细 还没有摸清楚 一时是不敢大意 假惺惺的说 我家史是唐氏 不敢造月刑事 你们不要乱说话 众人想出头已经疯了 不容李克用多说 强行推理李克用 为军中帅 而李克用是心中暗息 康军利密报云州城中的李进中 李进中率本部兵 发动兵变 活捉断门储等人 开城陷于李克用 李克用出治云州 当然先要收买军心 李克用下令寡死断门储 一泄军份 随后众人上表长安 请拜李克用 为大同节度使 李宣见这伙强人 居然敢善杀朝廷命臣 大怒不语 这时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 见儿子起事 自然安息 不过在皇帝面前 他说了几句假话 如果李克用不服朝廷 陈元帅本部兵 来讨伐李克用 行大义灭亲之举 唐朝这个时候 因为南方有战事 不便在带北用兵 干脆就来个旧坡打滚 让李国昌劝说李克用 不要和朝廷作对 作为交换条件 给李克用安排了一个美差 潜伏五年四月 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 前大同节度使 卢检方改任镇武军 李克用在父亲帐下听用 后来李克用称雄待北 李存旭灭良赴唐 契机就在这个时候 皇朝起兵以来 加上各地战乱不断 唐朝的军费开支太大 李轩没钱花了 便向干爹田令姿套主意 田令姿劝李轩 皇帝无忧 天下这么大 还愁没几个大财主吗 陛下出官决 朝他们借钱粮 谁出的钱粮多就给大官 反正都是须职 何愁君资不丰呢 李轩大喜便下诏 朝父户们借钱粮 当然是有戒无还的 父户们呢 多是有钱无权 花几个大钱 唠叨空明告身 也算是公家人了 他们自然乐意 至于唐锡宗如何如何 远在江西的皇朝 是管不到了 皇朝攻下江西大步之后 又转战福建重镇福州城下 福建观察时 伪秀 屡战不胜 害怕把皇朝惹毛了 要吃人 继承逃去 起义军进入福州修正 皇朝在进入福建的时候 下了一道命令 说遇上读书人 要给他们肉吃 不许伤害他们 许多被皇朝俘虏的兵名 都说自己是读书人 估计在皇朝面前 也是摇头晃脑知乎者也 这招还真灵 皇朝不仅没杀他们 还给他们肉吃 皇朝下这个命令 估计还是尽是情节所致 好歹自己算是半个读书人 要不是狗头皇帝 触落了自己 也不会做贼 在这些读书人中 偏偏有一个不识趣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楚氏周朴也在乱中 被皇朝请了过去 皇朝请他出山辅佐自己 没想到周朴根本没拿皇朝当个人物 历生赤道 就凭你这副贼相 皇帝请我我都没去 何况你这个犯贼 皇朝大怒 老东西 你以为你是博弈书旗 竟就不吃吃罚酒 来人哪 拉出去看了 皇朝正在福州 没想到唐朝的震海节度是 高嫩派兵来追 皇朝和高嫩的部将张陵 梁赞打了几仗 屡败不胜 手下大将李汉之 碧师朵 秦延 许晴等数十元头领 投降唐军 皇朝气得是直跺脚 皇朝觉得福建的战略回旋余地太小 加上人马补给比较困难 如果唐军大举来攻 自己很难招架 皇朝决定去广州看看 广州是一座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 商业非常发达 是岭南重要的粮食中枢地 潜伏六年五月 皇朝带领起义军直驱广州 皇朝并没有急于攻城 而是打算先摸摸唐朝对自己的态度 便先置信于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 与浙东观察使催求 只要朝廷封他实寿的天平军节度使 他就罢兵 二人都不想招惹皇朝 上奏朝廷为皇朝请封 李宣还拿不定主意 照问军臣们怎么办 众人在中书省开始讨论 多数是倾向于昭安皇朝 北方起了战事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 专横跋扈 在大北纵兵略超 大为编幻 朝廷屡次出逃 多战不力 此时不便再在南方大动干戈 郑田也是这个意思 卢邪是逢政必反 加上卢邪和高平关系亲密 不同于郑田之意 偏当是酱菜 加上天朝雄师百万 怕什么皇朝呢 如果他人都以皇朝为马首 请问相公如何处置 郑田不服 反驳掳血 相公好大的口气啊 皇朝之所以造反 是因为万民困机 不得已而为之 国家成平日久 均不习战 多求手而不敢欲战 兵法云不占屈人兵 若能招向皇朝等人 众人贪求富贵 必然举君瓦解 皇朝手中无病 欲擒之意 匹夫尔 何劳再动兵戈呢 众人是跟着七嘴八舌 谁也没个主见 李轩虽然觉得 郑田看得长远 但因为卢协是田令姿的人马 不敢得罪田大人 便准卢协议 皇朝本就没打算投降 巴不得唐朝驳回他的条件 这样他就可以把战争的罪责 推给唐朝了 皇朝见自己的求职意愿落空 心下窃喜 皇朝可能是闲得无聊 他又一次刷起了小皇帝 又写封求职信 寄到了长安 陛下不让我守天平君 那就让我做安南独户 广州节度时也可以 李轩又一次会议群臣 普设于从不同意 把岭南割给皇朝 广州是岭南要输 国家财富重地 立进南海 皇朝断了朝廷的财路 以后没钱花怎么办呢 李轩大悟决定再驳回皇朝 不过唐朝对皇朝另有安排 唐熙宗赏给了皇朝 帅辅帅的职位 这是什么官呢 就是一个所谓东宫的 禁军小头目 这哪是什么安排啊 分明是对冲天大将军的侮辱 皇朝不想和朝廷玩文字游戏了 该干点正事了 潜伏六年九月 皇朝攻打了广州 不日破城 活捉礼条 攻克广州之后 皇朝继续西进 连克岭南数十周线 皇朝觉得形势相对有力 腰杆也硬了 有资格和唐熙宗谈条件了 便想再次地和唐朝求和 皇朝让被俘的李条替他写信 不知道李条错了哪根心 催了皇朝一脸唾沫 我实在受汤恩 岂能和你这个犯贼通流合污 杀便杀 表不可操 不肯和皇朝合作 皇朝一怒之下 杀掉了李条 皇朝攻下岭南之后 本打算把这里当作长期的战略根据地 想法挺好 可皇朝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多数北方人组成的起义军 很难适合岭南的气候 果然 军中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 死者欲望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 皇朝再也待不下去了 听从了部下的建议 打回北方去 皇朝命令部队在贵州大造州伐 潜伏六年十月 皇朝带领起义军 顺湘江北上进入湖南 一路顺利经过了永州 来到了湖南军政中心 谭州 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 湖南观察时李系 听说皇朝来做客 吓得是闭门不出 任凭皇朝软硬兼施 就是不敢出门 皇朝耐心用完了 下令猛攻长沙 和广州一样 一天的功夫就拿下了谭州 不过 李系的命比李条好 他逃到了朗州 皇朝得手之后 立刻率大军直进江陵 对外号称雄兵五十万 驻守江陵的京南解度士王朵 手下兵力不足万人 他自知不是皇朝的对手 便让部将刘汉红守江陵 骗刘汉红 朝你来是太猛 江陵兵寡难以招架 你先在这里守着 我去襄阳 搬山南解度士刘巨荣 然后我们里应外合 灭掉皇朝 立不施功 说完 他就开溜了 王朵觉得自己很狡猾 可是他哪知道 刘汉红比他还要滑头 王朵前脚刚刚溜出城 刘汉红就带着三千老弱残兵 做了强盗 纵兵大掠江陵 然后开门狂逃 留下了一座空城 送给了皇朝 江陵的老百姓 被刘汉红这么一折腾 纷纷地逃进了山里 但这时正逢大雪 冻死无数 皇朝不费吹灰之力 进入江陵 不过江陵没有物资挤养 待着也没多大意义 潜伏六年十一月 皇朝军沿着王朵的 会合路线来到襄阳 准备大干一场 没想到驻守襄阳的 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聚荣 非常厉害 早就算定皇朝要来 就在城外山林中 埋伏下了重兵 然后让江西昭陶市 曹全盛率骑兵引诱起义军 诈败而走 起义军不知实际 紧紧追赶 来到了山林中 正中了刘聚荣的埋伏 起义军损失重大 死者数万 皇朝与上让被迫回撤 刘聚荣是紧追不舍 一直赶到了江陵 皇朝无奈 率中渡江东去 唐军将领请求继续追击皇朝 刘聚荣却笑道 现在朝廷昏会无能 宦官用事 现在用我们 就让我们去和反贼作战 一旦用不着 我们连宦官养得一条狗都不如 还是留着皇朝作乱吧 这样以后朝廷还用得上我们 只要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朝廷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刘聚荣才是真正的花头 与其为朝廷卖命 不如自个儿保存实力 以后在乱世中有力深的奔钱 唐潜伏六年十一月 皇朝带领起义军转战江东 由于江东的贫苦百姓 受信了以唐朝皇帝为首的 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皇朝大军渡江作战 老百姓是纷纷拥护起义军 让子弟参加义军 数月间 起义军连可饶州 信州 浙东重镇杭州等十余州 这时起义军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皇朝进入江东后 发现有和老对头高平 碰到了一起 高平方面出马的还是张林 虽说皇朝是个牛人 但是就拿张林毫无办法 被张林臭揍了几顿 皇朝退守信州 写信给张林 送上大坨的金子 要求议和 其实皇朝的意思是说 姓张的 见好就收吧 别把老子给逼急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而张林也是个老江湖 这点意思 他当然能琢磨出来 而且能白捞一大笔钱 何必去做恶人呢 张林把求和信交给了高平 高平想得去和皇朝不一样 想要老子是这么好糊弄的吗 不如把你骗过来 一刀咔嚓了 我自然就是手工 高平想摆鸿门宴的想法 确实不错 可是高平却干了一件蠢事 因此时 唐朝已经派出昭义 义武等军来到淮南 准备围剿皇朝 可是高平怕这些军爷 抢了自己的手工 怕上走朝廷 小小毛贼 不劳大军远征 臣一手之力便可擒贼 李轩相信了高平的鬼话 把军队调走了 皇朝一听 唐军主力撤回去了 压力顿见 皇朝再给高平下了封战术 要求是爷们就大干一场 高平知道之后 立刻晕倒 狂哭 盛怒之下 派出皇朝的克星张林 去教训 拿他当猴耍的皇朝 没想到 屡战屡胜的张林 偏就吃了一场败仗 结果 连命也搭上了 广明元年七月 皇朝起军北上 经采时机渡过长江 这时离高平驻守的广陵 咫尺之遥 高平吓得坐起了缩头乌龟 唐朝指责高平作战不力 高平也懒得辩护 干脆说自己得了麻风病 闭门养病去了 朝廷拿这位爷没办法 只好败出太宁截度使 齐克让驻守汝州 可惜齐克让没几个回合 就败下阵来 整个东部的防线全盘崩溃 皇朝大军离东都洛阳 是越来越近 上下五千年读史要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晋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